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部动画对于治理国家的考证还做得挺不错 听起来有理有据 看起来非常舒畅 之后大木就去看了原作的小说以及漫画 嗯 诶 哦 这个人是跟动画完全不一样呀 漫画一个个都这么厉害吗 听说男主后面还组建了一个很大的家庭 现在就知道了一个女主 除了他还有谁呢 本期影片就由大木来为大家介绍一下 男主这个庞大的家庭吧 首先因为不太了解的观众们 简单介绍一下这部作品 不过比起动画上天五四绘制的漫画版 更加吸引大木一些 毕竟这个实在是太大了 故事讲述了大学生 象马一野在最后的家人爷爷去世后 突然受到了来自一世纪王国的召唤 成为了这个世界的勇者 然而交给他的任务 却不是召集伙伴展开冒险击败魔王 而是作为代价支付给另一个强大国家帝国 象马面对王国目前的困境 提出富国强兵的理论 认为象马能力的国王就此善让王位给他 由来管理国家 并让自己的女儿希丽亚跟他定下婚约 于是象马登上王位选选举才 征战四方 开始了作为国王建设一世界国家的变革生活 动画的第一季中 男主推举仙才度过粮食危机 还回击了侵略王国的公国军队 击败了国内最有权势的三宫 渐渐稳定了国家的局势 接下来将会向着更大的疆土前进 未来男主还会有更多的行动 为这个国家的建设做出杰出贡献 当然作为大幕在意的不仅仅是这些 回忆男主向马的夜临死前 对他最后的话就是让他去组建家庭 无论发生什么都去守护 那个家最后收获美满的人生 目前看来男主所做的事情 貌似跟一个家相比有点过于庞大了 幸好在动画第一季的最后 本来想在复兴国王后就归还王位的象马 说在这个世界已经有了自己想守护的家人 也算是歪打正着吧 按照设定象马作为一国之军 是不可能不限于一夫一妻的 同时为了政权的稳固 跟一些团体互通有无也是非常重要的 虽然有一些交往算是政治性的行为 但是大体上大家还是跟男主保持着亲密的关系 而关于这一点身处于皇宫之中的王与利歇亚 是非常支持象马那切的 作为国王总是身不由己的 那不如向身边最亲近的位置交给最熟悉的人 也就是说现在动画里大家看到 跟男主有亲密行为的女性 基本都被纳入了后宫中 当然也不能纵欲过度于是正宫王与利歇亚 跟男主约法三章 因为这个世界的一周时间为八天 所以规定象马最多取八个妻子 每晚轮流侍奉象马 按照漫画的进度 现在已经确定了三人 也就是在现在动画中已经出场的 王女利歇亚暗夜精灵爱下歌妻莫娜 但是因为国家复兴途中非常繁忙 暂时没有举行仪式组建后宫 而小说中男主已经迎娶了七人 看着漫画里这诱人的人设 想必大家也非常好奇他们都是谁吧 首先自然是正宫利歇亚 她是象马来到异世界后 除开皇后外最早结识的女性角色 是召唤象马的国家阿尔弗利登王国的王宇 在前任国王将王位善让给象马后 成为了他的未婚妻 这本来还在是为国家的三宫身边学习 听说国内的巨大变故 误以为父母是遭到了新王的挟持 同时对突如其来的订婚非常不满 于是立马赶回了王都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国王跟王后还在自己的寝室中 日子过得非常悠闲 虽然明白了国王是主动退位的事实 但依旧无法接受擅自定下的婚约 王后学书假如她坚持不想结婚的话 想必象马也不会强求吧 首先和象马殿下见一面吧 因为这是你的人生 所以你的身体和你的未来 都是你自己决定的 我们也会尊重你的选择 之后利西亚来到王国的政务室 在堆叠如山的文件中 听到了纸杉那头的年轻男人的声音 刚来的家伙怎么了 你看得懂文字吗 会计算吗 别傻了 我可是受到良好的教育呀 那好 来这里帮忙吧 让我帮你 你到底是 快点来 这是王敏 这就是象马跟利西亚公主的第一次见面 而利西亚对象马的第一印象是 眼神疲惫的青年 顺带一提 因为小说原作的插画师是 行乐社长 五内虫的粉丝 所以小说中的利西亚长着一张 三八脸 略味有点违和 而在跟象马的相识中 她逐渐意识到 男主作为王的资质并产生了深深的感情 决定站在她身边的另一侧 支持她变革这个国家 虽然最开始登场的时候还有一点小傲销 但迅速软化变成人机软妹 动画里面王女被削弱了不少辱量 看漫画里其实完全不输暗夜精灵跟科西 虽然身为王女 但是却从小在三宫中 掌管陆军的诗人组 将军凯欧陆克圣经学习 同时还是王国陆军的军官 在动画第一季与阿里多尼亚 公国以及三宫的内战中 都表现出不俗的战斗力 虽然管理国家能力不如象马 但是作为王妃 象马最好的贤内助 在未来征战四方的过程中 从战斗力到治国的方阵 都给了她非常多的帮助 当然毕竟是王女 尽管擅长战斗 但也不是最专长的 而王国策的战斗力 担当还是得看她 暗夜精灵爱夏乌德卡德 爱夏的第一次登场 是在象马初来到这个世界 所举行的《为财适用》计划中 选拔出的五名人才之一 拥有五的才能 是目前主角团中战斗力最强的 最初见到男主 是因为不足的习俗 没有行跪拜之礼 而是站在国王面前 在故事摄影中 黑暗精灵是非常排外的种族 尽管爱夏的父亲 不仅是一族的族长 还是号召与外界交流的改革派 但爱夏本人起初 并不打算接纳象马 而在象马提出了 家乡森林困境的解决办法之后 立刻转变了态度 并担任起了国王的护卫一职 不过由于王国内忧外患 对于黑暗精灵生活的 神户森林改造计划在解决顺位上教考后 而在建造海边城市计划时 神户森林发生了大规模的山体滑坡事件 大半的部落都被掩盖 失踪人数极多 象马立刻下令让军队在救援最关键的72小时内 抵达森林展开救援工作 在救援结束后 建议黑暗精灵对森林进行书法改造 对于拯救了自己故乡的象马 黑暗精灵们都表示了尊敬 并从此成为了王国的重要盟友 不少族人都加入了王国的军队 爱夏也在这一过程中喜欢上了象马 而在漫画的最新章节中 象马宣布赐予爱夏奇事的爵位 并名为东风武士 工作内容不变 还是象马的护卫 但是待遇却长了很多 老父亲看着害羞的女儿 马上试破了他的小心思 提出让象马拿他为妃子 毕竟象马是从一夫一妻的现代国家来的 想到那些那不是渣男行为吗 有些不敢接受 但利西亚却觉得 国王纳飞也是外交的重要一环 为而总要有跟其他国家人通风的可能 不如现在把靠前的王妃 交给互相知道比性的人比较好 第一正妃的位置我是不会让给你的 第二正妃行了 行的话我就不多说什么了 不如说是欢迎呢 是 只要能待在地下身边的话 就这样两人被推到面对面前 爱夏 是 那个你愿意嫁过来吗 是非常愿意 就这样爱夏成为了第二王妃 而第三位王妃则是歌姬莫娜 莫娜是拥有罗雷来跟蛟龙族血统的人类女性 跟爱夏一样是在维才适用计划中被发掘出来的人才 拥有歌唱的才能歌舞美貌都拒全 而夏马利用他的才能 改歌原来只是用来发布预举的预音放送 成为了宣传文化的综艺类节目 尤其是进驻公国后 形成了从新闻资讯到歌曲演唱一整套的娱乐节目 夏马称之为罗雷来计划 而莫娜则是常驻的主持人受到全国百姓的好评 然而这只是表面 莫娜其实是三宫之一海军大将艾克塞尔达沃的孙女 是海军唯一其其特种部队金斯区的队长 不仅无意高强 而且谍报能力也超群 原本是受祖母的命令捡赴到新王身边 确认向马是否拥有作为王的资质 而海军大将也是在三宫大战中唯一名站在向马这边的权贵 莫娜在进驻阿弥多尼亚公国后 也公开了自己军人的身份 而在与公国的战争结束 论功行赏时 莫娜提出了今后一直都想在殿下身边唱歌 为了推进罗赖亚计划 相马还需要莫娜继续担任国民偶像 不过她答应了莫娜 当培养出能够继任计划的人才 全国的文化发展 马上正会后 定会正式迎娶她 天下我衷心期待着那天的到来 其实目前为止动画最早出现在 男主身边的三位女爵 都已经被收入了后宫之外 除了这三人外 现在动画中出城的那个口音有点奇怪的 公国公主路里亚阿弥多尼亚 也加入了相马的后宫中 并促成了后来王国跟公国的合并 以及在小说第六卷中 相马是在星龙联峰界后的 东方龙化身女星 纳达德鲁拉 以及大虎公国国王夫卡的妹妹尤里佳 不过这些角色在动画中 暂时没有登场或者戏份不太多 她一人则是大家比较关心的 大凯欧帝国的女皇 人称圣女的玛丽亚尤贝利亚 就是她提出了让王国召唤 引领世界变革的勇者 并在召唤后交给帝国处置 某种意义上是相马来到 异世界的罪魁祸首 而现在世界的格局 也是由她提出的人类宣言所奠定的 在动画第十二季中 她的妹妹争得有出场 而具体跟相马的交流 则要留到第二季了 值得一提的是 在跟相马结婚前 她卸下了作为帝国女皇的职位 从此跟现在圣女的形象两极反转 那位帝国的圣女兼女皇 会躺在相马的膝盖上 拉出喵喵的猫脚声 太宠她了 会立刻变成废柴 已经是早上了 喵不想去工作 还是可以放松一段时间的 谈判也是下午才开始 当然这些都是由于 后续故事中发生了一些变故 导致她在释放压力后 放飞了自我 甚至相马都担心她 她的心智是不是退化了 当然除了这七位妻子外 男主目前还有五个孩子 而且为了守护她们还在四处奔波 可以说是遵守了当时更大意义的誓言 当然现实主义勇者的故事 还远远没有结束 本期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的话 还请点个赞 点个订阅 弹幕将为大家带来更多动漫结束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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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